当最强地副神队上由新陈龙进化而成的就是新龙时 谁的实力更强呢 同时一旁还有一只灭世邪神虎师甘丹 游戏王世界濒临毁灭之际 新一代英雄与老一辈的强者爆发激烈对抗 究竟是成为究极之神来改变命运 还是以羁绊之力来逆天打命运 双方各只几剑只能用打开来攻胜负 排局继续继续 哥德温的回合 在这个瞬间王杰克打开永续陷阱卡恶魔的锁链 将太阳龙的效果能力无效化 同时该怪无法攻击和用来当祭品 直接就想把太阳龙给废了 哥德温立即反制 发动地副神的效果跳过本回合的战阶 然后把王杰克的生命值变成一点 由于玩家生命值低于1000点 所以恶魔的锁链会被破坏掉 老王被哥德温拿捏得死死了 既然你不听话那就先把你当祭品 大手一挥命令邪神吞了王杰克 我去我去打牌打了一半还能求援场外力量的吗 邪神一击竟然恐怖如斯 既乌鸦翻车后翻车专业户王杰克也躺下 如今全村的希望都只能寄托在游蟹身上 决斗进入最后的单挑时间点 哥德温盖上一张卡等游蟹出招 游蟹立即抽卡进入回合 发动废品射手的效果 将太阳龙除外一回合 休想得逞 打开反击陷阱动物之主的肝火 让对方怪兽的效果无效化并破坏掉卡片 游蟹看出情况不对马上开始防御 守备表示召唤盾牌战士 再盖上一张卡结束回合 区区一个小怪在地附神面前连塞牙缝都没资格 现在轮到你这个整天嘴边挂着羁绊羁绊的丧年趴下 抽卡 大手一挥发动地附神的效果 通过跳过战阶来把游蟹的生命值改成一斗 稳了稳了 锁血锁到的极致 哥德温估计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待会你就笑不出来了 一点血才是主角最强的时刻 从手牌发动高速魔咒天使神杖 当高速魔咒有两个以上时 可以从卡组抽两张卡 然后把一张送木 接着召唤调整怪兽星骸龙 该怪召唤成功时 可以从墓地里特召一只攻击力500以下的怪兽 特召比丘兽 用三个怪进行调新 1加3加4等于8星 哥德温嘲讽星辰龙是无法逆风翻盘的 有些大喊匹夫你先别得意 我的操作还没完 发动乌鸦留下的永续陷阱卡 黑与乌鸦最后的接棒人的效果 通过将这张卡送木 在阶段结束前提升星辰龙2500点攻击力 这是当初乌鸦发动陷阱卡时留存下来的装甲之翼的力量 开打开打 命令星辰龙攻击太阳龙 哥德温丝毫不慌大喊别送 你的队友一会要投诉你送人头的 太阳龙被破坏时破坏掉星辰龙 并给予玩家起攻击力5000点的伤害 游戏早有准备 发动星辰龙的效果牺牲者胜命 通过将自己解放来让破坏效果 无效并反破坏太阳龙 那又如何 太阳落山月亮就会升起 这是亘古不变的法则 月影龙会从墓地里复活上场 游戏你不过是在做无用功 我去翻盘魔咒出来了 打开王杰克遗留下来的永续陷阱卡霸者的征服 羁绊就此连接上了 通过将这张卡送目来让怪兽的特兆无效 所以月影龙复活不了 太阳月亮从此都不会再出现 随着回合结束 根据星辰龙自身的效果会复活上场 抓住剑系游戏疯狂嘴盾输出 洗脑与反洗脑持续上演 哥德温你要明白羁绊才是游戏王最强大的力量 老哥已是神明哪会听你这一套 游戏直接扔出王炸搬出了鲁德格 老哥你当年可是卫星区想要逆天改命的第一人 是创造出戴达罗斯桥的传说 你这么做不也是为了哥哥鲁德格的意志 想为后人留点什么吗 现如今你那条手臂就是鲁德格的 相当于你依旧背负着哥哥的意志 哥德温不听不听就是不听 你的生命值就剩一点 而且邪神明界之王已经近在咫尺 其他两个人也都翻车没有战斗力了 打不过就想靠张嘴来CPU我是吧 你先闭嘴让我抽卡 现在只要地附神发起进攻 你就可以陪你老爹到明界团聚 游戏恍然大悟 原来你刚刚不用这张卡 就是为了给我留着当后手的 好好好 羁绊又一次串联了起来 发动刚刚王杰克不舍得用的 永续陷阱卡强制结束的效果 通过将这张卡送过来 让战阶强制结束掉 防住了防住了 哥德温一惊瞬间反应过来 那就再来一张陷阱卡陨石红颜 通过将两张手牌送幕来给玩家 造成2000点伤害 休想 打开陷阱卡连接未来 通过将一张手牌送幕来 把陨石红颜的效果无效化 哥德温无所谓 陨石红颜送幕后 下一次玩家抽卡 可以通过放弃抽卡来 把他拿回手牌 下个回合你依旧要完蛋 游戏大喊那你就别想把他送幕 根据连接未来的效果 陨石红颜需要返回卡组里并洗牌 我去 互相当场给卡片增加效果是吧 针对性这么强 游戏的最强绝招嘴盾还在持续输出中 老哥你并不是真心想要成神 你这么做只是因为爱自己的哥哥鲁德格 不忍心看他一生都受到神明的操控 是爱让你心甘情愿地堕入无间地狱 来代替哥哥抵抗命令 这份爱就是我一直说的羁绊之力 好了行程闭环了 哥德温一时间真被说猛圈了 骚年甚至出现了幻觉 看到了鲁德格在朝自己摇头 太腻天了这张嘴 同一时间红龙看准机会给予了游蟹援助 是时候该开始硬卡了 骚龙看出鲁德格的情况不妙 立即把整套龙印纹身抽走 每一位龙印者都复原了龙印 只有一个人例外 就是游蟹 他原本拥有的龙尾印记 被替换成了鲁德格的龙头印 而那只生机勃勃的死乌鸦 则莫名其妙被选为了新的龙印者 其拥有的正是原属于游蟹的龙尾印 戈格的温只觉自己被红龙耍了 游蟹趁机再下一季猛样 大喊这就是羁绊之力的强大 强大到连红龙都选择了低头 全部龙印被游蟹吸收走 硬卡了骚年 我地回火 开挂操作启动 当场上存在星辰龙时 可以特召目的里的星辰小龙 接着通常召唤就是龙 游蟹不理会戈格的游蟹 直接用三个怪进行调新 8加1加1等于十星 发动就是星龙的效果 将地附神的效果无效化 搭配陷阱卡同调接力棒 几方目的里每存在一只同调怪兽 就提升就是星龙600点攻击力 一共是四只 所以增加2400点 用就是星龙攻击地附神 暗映篇章终于就此结束 全部暗映者都被打败 书牌的哥德温也只能接受了游蟹的羁绊观点 这个世界永远是强者说了算 既然你有能力那以后世界就交给你守护了 其他被利用的暗映者不久后将会复活 现在他和鲁德格还要上后 二人义无反顾地走向了冥界 将以灵魂镇压斜神 游蟹网打暗映者这一段的剧情 真是有史以来最精彩的 但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不 一切才刚刚开始 所有的事情其实背后 还有另一只手在搅弄风云 所有人都回归正常生活 小巫在巴黎给秋姐寄来了明信片 波马和鬼流也踏上了属于自己的旅程 卡丽继续做着她那996的记者工作 不只是她 除了龙映者外 世界上的人都失忆了 关于暗映者篇章中发生的事情 都被一股神秘力量消除 全新的戴达罗斯桥被建起 市区与卫星区从此不分彼此 游谢三人做到了 星桥建成不得飙上一圈 让我们下个篇章再见 你知道太一三皇帝中 号称铜调杀手的 鸡皇帝之质地有多强吗 强如牛尾大神竟然都被一招给秒的 距离暗映者之战过去了六个一个月 也就是半年后 一块古代石碑从宇宙掉落地球 此物的坚硬程度堪比震惊 穿过大气层后 坠落数万米高空竟然毫发无伤 而石碑上刻载的 正是一只跨时代的究极怪兽 三个神秘人紧随而至 怪兽的拥有者正是三人中 又高又瘦脾气最为暴躁的普拉西多 骚年心中的邪念已经蠢蠢欲动 一斩茶的功夫后 治安为持局的人也赶了过来 耶哥仗势气人大骂闲杂人等 赶紧给我滚 不料普拉西多开口 就是让他们把石碑搬回治安为持局 耶哥文言刚想动手 不料对方直接亮出了身份 自哥德文死后 他们就是上面派来的新治安长官 吓得耶哥这个损获跪地就摆 石碑就此被搞到了治安局内 接下来的日子同时也是开始 不断地发生决斗者被幽灵残害的事故 凡是与幽灵对决的决斗者皆是非死即伤 负责案件的牛尾大神束手无策 看来只能去求助那三个变态了 同一时间那三个同居在一起的变态 正在研发全新的地轮发动机 准备为了接下来的WRGP大赛 制造出最快的摩托车 好了 没猜错的话是又失败了 就在这时牛尾大神和身影妹子找上门 二人说明了来意 反正就是希望他们出手帮忙搜查幽灵的真相 但是三个骚年根本没时间 为了参加大赛 他们一边要研发新地轮一边 还要打工赚钱买材料和生活 乌鸦根本不给面子 直接就把人给轰了出去 没办法了 牛尾大神只能自己带人出手 自从他升任副科长后 可是很久没有亲自上场打牌了 今天就好好地大闹一场吧 没想到幽灵竟然真的就出现了 胆子大到连治安危持局的人都不放在眼里 那么排局搞起搞起 发动升级版的场地魔法高速世界2 高速世界的技术点不再只能用来发动魔法卡 还能进行烧血操作 牛尾嘴快拿下先攻 起手召唤武士剑男爵 也不盖卡就结束回合 轮到幽灵 以守备表示召唤智慧之合 再盖上两张卡结束回合 区区零守卑力也敢搞上场 看来实力不怎么样 抽卡 召唤十手武士 用两个怪进行调薪 4加2等于6 同调召唤御用守护者 直接发起进攻 在这个瞬间 幽灵打开古老的陷阱卡攻击无力化 卡如其名无效调进攻输出 既然如此 那就发动高速魔咒加技术 当高速技术有两个以上时 没舍弃一张手牌进幕 就能增加二个技术点 搭配场地魔法高速世界2的效果 通过除去四个高速技术 手牌中没有一张高速魔咒 就给对方玩家造成800点伤害 新的高速世界还有另一个特点 就是生命值减少1000点 时不会再减少一个技术点 轮到幽灵的回合 发动陷阱卡放电破坏者 将自己场上的怪兽全部破坏掉 搭配智慧之河的效果 由于卡片效果自己被破坏时 可以从卡组 手牌中特召唤皇帝支支帝上场 我去我去这么强了吗 出来就秒了牛尾 事故再次发生 而当上快递员的乌鸦 乌鸦正好路过看到了伤势严重的牛尾大神 一股不好的预感在心中升起 当游泻和王杰克赶到医院时 牛尾大神正要开始手术 牛尾给他们留下了一句话后就晕死过去 乌鸦很是自责 若非他拒绝了牛尾也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不管是幽灵也好邪神也罢 感动这三个变态的兄弟就等着被报复吧 鬼火骚年掏出了许久未用的旧地论 把毕格拉满出发去给牛尾报仇 三人兵分三路 就等着幽灵出现了 无奈三个人兜了一夜连个鬼影都没有见到 就在他们准备放弃时 一台为登记的地轮跟随在游泻身后 来了 来了就不要走了 高速世界二直接发动 将对手拉入排局中 星同事也是早已焕然一新 为了给排劳有一个舒适的环境打牌 竟然专门开通了一条打牌路 就是在原有的四车道上 隔出两条车道作为战斗专用物 路上所有的车辆都要必让开来腾出场地 排局搞起搞起 行くぜゴースト